河南亿万富商杀人案重审宣判 杨志才被判死缓 限制减刑 11月21日下午 澎湃新闻从受害人梅丽的家属处获悉 他刚刚收到安徽省富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于11月10日做出的重审判决 被靠人杨志才犯过意杀人罪 判处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扑夺政治权利终身 对杨志才限制减刑 王夫伟犯过意杀人罪 判处有期徒刑15年 因当年行政手段和DNA技术的限制 一直是无名女士悬案 直到2012年 该案的知情人刘某方 前往公安机关报案 犯罪嫌疑人杨志才和王富伟才浮出水面 富阳中愿于2019年 做出的晚12行出61号刑事 除外民事判决显示 经审理查明 1999年3月11日 10年38岁的杨志才以禁要为由 让刘某方将梅丽带至距离诊所 约60公里的安徽省富阳市林泉县 走到偏僻地点后 王富伟持钢管从后击打梅丽的头部 将梅丽打倒 经尸体检验 梅丽系遭受一重质量盾气打击 形成如脑挫裂创而死亡 二审中 杨志才在庭上坚称他没杀人 因二人犯罪行为 给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造成的经济损失 依法应与赔偿 在共同犯罪中 杨志才提起犯议 邀及王富伟预谋杀人 作用突出 王富伟受杨志才指使 积极参加 并直接实施暴力 所起作用大 互对二人可不区分主从 经而本案主犯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提出的 丧葬费请求 符合法律规定 予以支持 按授诉人民法院所在地上 一年度职工 月平均工资标准的六个月总额计算 及42927元 其他关于死亡赔偿金 交通费 住宿费 武功费 赡养费 抚养费 存放尸体和骨灰和费用的诉讼 请求因无法律依据 本院不予支持